普悠马号又出事了 今天下午两点钟 台铁417车次往树林的普悠马号 晶晶暖暖平交道的时候 撞上了一名 疑似是闯越平交道的巴巡老翁 导致老翁当场惨死 那么也造成了这个路段 双线一度没有办法通行 台铁紧急加派了驱间车 接送普悠马列车上面300名乘客 那么估计这起事故 影响了有10个列次的调度 有3015名的乘客 行程都被掩误 普悠马列车撞死人 就停在铁轨上 车头左方还掉了一块7 死者是84岁苏姓老翁 雨伞恨拖鞋四散 身上还留有4万多块的现金 这发生在14号下午2点多 普悠马一般花莲开往树林的 北上列车 行情暖暖时 老翁疑似闯越平交道 乍时看到老翁时猛暗喇叭 但来不及煞停 苏姓老翁被时速高达130公里的 普悠马列车撞飞 当场残序 没有看到他 我有看到了 他是故意的吗 也不是 也不是有看到喇叭吗 对对对 那你不闪 这我不清楚 事故发生导致北回线单线双向通车 预计影响时列车次调度 单务3015位乘客 而普悠马417次列车上的300位乘客 则改搭区间车接驳 记者朱丁荣 进入报道